太狂了无法无天 女业主因新房多出漏水去找开发商理论 却被工作人员一巴掌打倒在地 据被打女子的家属透露 这套房子当初他们是花了300万买的 结果住进去一个月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为此他们找到了开发商和物业来处理 结果被他们互相的踢皮球 当天他们是去开发商那里写上一个书面的处理方案 气愤之下说了一句无良开发商 就被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一巴掌打倒在地 女子倒地后眼面痛哭 打人者还先不够 更嚣张的继续指着女子怒吼 当时有多名工作人员在边上围观 珠海公安发布消息称 湘州区月华路某小区一女业主 因房屋漏水问题与物业公司沟通时 被该公司的员工华某男45岁 打了脸部一巴掌 经调查华某对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这是开发商吗 这就是黑社会吧 业主找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反应问题 维护自己的权益 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吗 无良两个字怎么刺激你了 三百万的房子质量不过关还漏水 难道是有良心吗 这是说到你们痛点了吗 如此嚣张跋扈 底气来源于哪里 开发商是不是涉黑 这一巴掌把普通的商业纠纷 打成了治安甚至是刑事案件 那就好好地调查一下 摸摸你们的点到底有多厚 有网友说这些都是有案底的 他们根本不怕坐牢 就是专门来干这事的 那行 全国的网友都看着呢 是你开发商厉害 还是法律讲正气 这个壮汉及其背后的底子有多厚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这一巴掌 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本图解漫画版的民法典推荐给大家 它里面是用漫画的形式 给大家展现出来这些法条 是如何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可以说是生动有趣 通俗易懂 建议大家没事多读一读 翻一翻 遇事不求人 做自己的法律顾问 感谢观看